亮出一張張 甜蜜合照 一起出遊 搭車都拍照留下紀念 其中拿著手機對鏡頭筆葉的男子 就是藝人收屬生的丈夫梁軒安 被曾小姐指控 欺騙感情還榨財 上午10點多 曾小姐現身沒一點提告 她指出雙方交往半年 她自己想在松山區開私人招待所 苦無心轉證明 沒有辦法跟銀行借貸 只扣梁軒安提議 以她的公司名義幫她貸款500萬 但要求以遵守姐爸爸的房屋做擔保 但貸款的錢下來後 明明說好開店用途 卻被對方要求另外支付裝房費用260萬元 提高詐欺 背信 輕震等罪 我請梁軒安匯款支付我匯款的租金費用 裝房開銷 然後我才發現梁軒安是用雄鷹當借款人 拿我的房屋設定抵押 然後拼款上面有不時的記載我 像雄鷹公司 比如說借款 薪資等等 零的電話將轉接到 雨鷹信箱撥升後開始替費 實際求證梁軒安和蕭淑聖的經紀人 接稿前都沒有回應 她跟我說 你這樣子不怕被告侵害配偶權嗎 蔡小姐更不滿 當初對方追求在先後頭竟然反過來 威脅要提高 如今恐怕得自己負擔760萬元費用 只希望透過法律途徑逃公道 TV生產人家們可以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